平川说人静 天天聊门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昨天的一场比赛 有人组大战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AR 秋天的落叶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亡灵 ID叫Happy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 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人组ID叫Sund 来自于韩国的一名 人组 目前在韩国算是第三人组吧 他呢 也是Lucifer的亲弟弟 Sund 本场对抗来自于昨天的斗逼杯比赛 是一名叫Chris的老板赞助的比赛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人组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开局比较的常规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欧环的一个开局 欧环这边的话 看看英雄选择 选择是乌妖 看来这一局的话 好像欧环也想整活了呀 我们看一下 之前的话天秀杯啊 都是各大顶尖高手啊 零番啊 零番恶战Happy 那这一次呢 Happy打的还是一个小组赛 不是最顶尖的人族选手啊 但也算是高手 我们看一下啊 职业选手中的高手打Happy 之前我们看的天秀杯都是顶尖的职业选手 那这一次啊 稍微不是那么的顶尖 看看有没有机会从Happy手里拿到一个小分 好 看看这边的话 欧环手发的是乌妖 那人族手发大法师 这边人族一出来的话啊 直接开始练 联旁边的一个423 人族开局还是比较常规 是吧 造了兵营 造了祭坛 就没有造圣塔 好 欧环的话 英雄出来的稍微的有点晚 上来卖TP 要开分框嘛 直接买骷髅棒 俯视力 人族的话明明一敲 把这个点练完 直接过来抓还是干啥 大法师这个走位啊 有点飘忽不定 好 欧环 我说我开分框 不要干扰我 好 欧环 果然 欧环居然上来开分框了 好 人族抓得很不错啊 应该是知道这张地图的话 亡灵比较喜欢开分框 装备打了个隐身斗篷 大法师 吭刺吭刺 过来搞欧环 看一下 现在是一级水源算是飙了吗 主要是前几小狗飙的脆 好 乌妖一方诺瓦砸下去 然后小狗一直挠 大法师赶紧撤 这里野怪也帮欧环助攻了一下 亡了一下对方的一个步兵 这边通灵塔好像起不来 那两个怪没有炼掉 乌妖的话被对方各种各种压阵 这个 哇 欧环的话好像想继续开这个分框啊 但人族并不允许 大法师水元素招出来 大法师已经到了二级 这里小狗挠一挠 卡一下位置 大法师不会被卡住了吧 两个兵把你卡住 乌妖这个分框开得有点艰难 通灵塔第一个还是造好了 这边小四三修一下 第二个通灵塔选择取消 这里欧环有点忙 想把野怪处理掉 还要把人族给赶跑 这一波 哎 欧环的话 欧环终于是到二级了 然后冰塔要升好 大法师还在骚扰 这边两条小狗一直挠 挠这个大法师 双方开局打了就这么的猛烈吗 欧环已经又杀了一个步兵啊 打了个隐身斗风随随隐身 再把这个水元素给消耗一下 分框还是想开 还是想开 家里的话残血的小狗被对方的步兵挠 不知道欧环能不能反应过来 好 这里先把水元素围杀掉 然后家里的小狗还是反应过来 一丝血拉开来 这边家里的冰塔也升一下 人族的话在进攻分框的同时 还拉了个步兵过来骚扰一下欧环 欧环的话好像反应还是很快啊 这边的话巫妖又买了一个库罗棒 小狗拉出来 分框的话通灵塔放好啊 但是木头稍微有点缺啊 金币有点缺 矿盖子终于有钱了 放下去啊 看一下欧环怎么打 小狗的话拉了六条小狗 这边又吃了骷髅 欧环的意思是反打 刚才你压制我啊 现在轮到我反攻了 这边人族啊 人族家里的话 一个塔皮扫要开始升了 二本的话升了一大半 这一下轮到欧环要反攻啊 吃两个骷髅往前冲 很凶 上来过来一看 哎 人族分框还没有练 好 暂时 不管直接冲主框了 欧环的话无聊是没有在TP的啊 这一波开着分框过来进攻 打得非常的奔放 我们看一下人族 大法师刚好在外面练级 这里的话小狗拉过来 第一时间先把塔给A掉 塔A掉之后 立法诺瓦砸下去 无聊现在是二级半 这边的话 这大法师还 这大法师哎呦 还虚幻一枪啊 用一个单船想骗一下 结果欧环没有上当啊 稍微的稍微的 愣了一下 哎 突然发现啊 居然是个单船 好 大法师过来的话 动弹啊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哇 你就过来进攻 知道你在开分框 所以他决定还是先拆一下框 可是你家里好像有点撑不住了呀 好 人族还是选择TP一下 巫妖的话已经计较到三级了 哇 这里直接回来 想围杀一下巫妖啊 巫妖反应还是快赶检撤 这里人族家里的农民 死的差不多了 大法师现在二级一大半 巫妖已经快三级半了 怎么办 现在人族人口掉到15 亡灵现在是32 好 大法师终于是金光一闪啊 到了三级 巫妖临走之前再放一发诺啊 我们看一下 欧皇的话分框再一次放下 再一次放下 然后去人族家里啊 撞了一波经验值 哇 满地的尸体 这一波大法师的话 补一下状态 但是这个经济能不能恢复啊 赶紧补农民 好 继续放个耙皮子 圣塔还是要 巫妖的话 要不要处理一下 这个追杀的一个步兵 身上的话还有一个 还可以招一波骷髅 哎 这野怪 野怪助攻了一下 把这人族的步兵赶了过来 现在巫妖啊 招骷髅 然后再吃一个 现在人族想反打 大法师现在三级二级水元素 有点强 欧皇分框一开出来 这慢慢耗啊 又是小果往前挠 这边水元素 两个水元素还是比较的硬啊 步兵状态有点差 人族想反打 过来一看 这没机会了呀 分框一开 人族怎么打 现在人族家里的农民还在补啊 经济不一定能恢复 这里也好 先把一个水元素给围杀一下 这边直接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欧皇 实在是有点惨 有点惨 真的是感觉跟打FQQ的话 差别不大 上来拉一波小果 过去搞一波 然后撤退后来 开着分框啊 开开心心 好 我们恭喜欧皇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